贝利亚老爹 你看我抓了个什么东西 你快帮我看看 这是怪兽 还是大鸡蛋啊 我去 我的好儿子 这是小赛罗的宠物赛罗蛋仔 你是哪里搞来的 你快给他还回去啊 要是被他发现了 他告诉他的赛罗老爹 我可打不赢他 亏我教你一声老爹 你居然这么怂 你不是黑暗皇帝吗 怎么还这么怕赛罗 我都替你感到丢脸 小贝利亚呀 你是不知道 现在大家都相信光 我是没有办法呀 我也只有加入了光明 我对你太失望了 你怕奥特曼 我可不怕 我就要拿走这个赛罗蛋仔 谁也不能阻止我 于是小贝利亚又扛着赛罗蛋仔离开了 突然前面出现一个长相奇怪的人 拦在了小贝利亚的面前 小贝利亚 你真的是太棒了 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是要抢回来 你老爹不支持你 我支持你 我要给你强大的力量 把小奥特曼的蛋仔全部抢过来 于是这个长相奇特的人 不停地对小贝利亚施法 我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觉得我能打10个小奥特曼 于是无知的小贝利亚 带着小蛋仔就去找小奥特曼了 可是没想到赛罗也在这里 好你个小贝利亚 居然敢偷我的蛋仔 你不知道偷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吗 别说的这么难听 什么小偷不小偷的 我只知道 我看上的东西就是我的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别以为赛罗在这里 我就怕了你们 我等下连他一起揍 好大的口气嘛 小贝利亚 那你就让我监视一下你的厉害呗 可是就在这时 小贝利亚突然就倒下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没了力气 不好 上当了 肯定是那个人抽走了我的力量 小贝利亚呀 你还小 我不怪你 今天我就不教训你了 但是偷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如果你喜欢 你可以跟别人说 赛罗叔叔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小奥特曼 那好吧 那我就送你一个漂亮的小蛋仔 以后你就可以跟他玩耍了 于是小贝利亚带着小蛋仔愉快地离开了 你们觉得赛罗哥哥做得对吗